那个刘洪腾非常羡慕 非常羡慕 特别羡慕 你希望一年能够赚多少 你就安心了 最少不能低他两个 你一开始做不要要求那么高 你实际生 前辈给他点建言 他会不会一开始心太大了 就是我有遇到朋友 还有做试用期的 就是遇到复活 不可能就是说 刚马上就和你签多久 或者是和你在一起 多久给你多少钱 他就有一个月试用期 肯定刚开始接触以后 比如说他规定一个 比如说一个月试用期 他会让你做些什么 然后满足他一些什么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这个做些什么呢 对做些什么呢 满足什么要求呢 小白脸都是如何取悦富婆 Seven究竟使出什么绝招 哄得燕子为何如此心花怒放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好 可以 不要走开 精彩马上回来 好 请问做什么 比如说你去陪这个复活出去 你在夜店或者是酒吧的话 你就要陪他喝酒 然后如果去KTV的话 就可能要陪他唱歌 也要陪他喝酒 然后在他不开心的时候 你要陪他开心 然后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 虽然你帮不上他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让他的心情得到安慰 譬如说哪些招数呢 我朋友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老公很有钱 可是也是国内和国外常飞 然后他还有很多事在香港 他那包围一个小白脸 那个小白脸 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就是叫高手 是真的是情圣 他有一次呢就是跟我那个朋友吵架 他怎么哄他的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我这样吧 我们去旅游吧 而且那个你知道 其实他们每个月拿很多钱 他说这次我来我来买 订了机票订了酒店 然后带他先飞莫斯科 然后飞到他想说 俄罗斯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 然后他说你不用管就跟着我来 然后带他到一个 那个是夏天 带他到一个那个荒野 然后带着他躺下来 他说我要送你的 是整个高加索的事物 这个在我们圈里也叫 高加索的行空啊 对 我要送给你的是这个 最主要我也很奇怪 因为我女朋友不是喜欢搞这个的人 我想说很奇怪像他这种 因为他很害羞 连讲就跟陌生多讲话 都脸红弄女生 我说你怎么会找那个 她说你知道吗 她说哪怕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假的 可是当她弹着钢琴 对着我唱歌的时候 她说我女人这个梦不要洗 所以女人真的 她说我真的感觉到 她是用每一个身心 每一颗毛孔都在爱我 就是你知道哪个女人说了这个 所以她宁可花钱买这个梦 对 她现在一直就是扬色小白脸 所以各位 做一个小白脸不但要会说冷笑话 还得会唱歌 还要会各种调情的手 你会唱歌对不对 对啊 真的很会唱吗 对 算是唱得好的 还好吧 能不能给咱们现场度过唱一次 这样好不好 来啦 你们两个过来 燕子这两个给你选一个好不好 哪个是你的菜 可以再看一下腹肌吗 腹肌 对啊 腹肌给看一下 腹肌对唱歌很重要 要淡甜了 我要那么冠冕堂皇吗 好 腹肌给看一下 喂 你真的在挑菜啊你 这一点我要比她强哦 来 我有梳毛 喂 梳毛了 你看一看 基本这个有专业 她有专业 对 这个不错 她唱什么歌呢 哇 你看 明知道让你离开她的世界 而且不可能会 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 你会发现 真正啊你的人独自守着 伤悲 好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好 可以 所以她们真的有一点本事 让女生觉得那是一个美梦 她会造梦似的 可是这些造梦师 有的时候呢各位姐妹们不要只看梦啊 但是我在想 她有背后的这个算钱的部分 对啊这个梦的代价是很昂贵的 可是你去迪士尼就是要满足小朋友的梦 你也要花钱买门票吗 但是我觉得这三个男生你会发现啊 身边很多想要吃软饭的小白脸 他们其实更大的一种心理层面的原因是想要快速报复 她觉得说做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 慢慢的去升职赚到年薪一百万 那是一个太漫长的过程 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有道理哦 对 所以三位请问呢今天包括呢这个刘红腾在内 有没有设定你想要赚多少钱就收山 在没有收山就要找到比她更 给我更多钱的人之后我就可以把她踢开了 那是最冷凶情啊 我跟你说她是唱的最让人深情款款的 你知道吗 但是背后是最面目猙獰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有考虑过就是说 你从来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你的主人吗 有爱过第一任的时候就刚刚讲到第一任 因为她真的对我 因为我第一任的时候毕竟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圈子 因为从从小就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物质上的一些 一些自己满足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就觉得她可能是真爱我的 但是我发现后来就每次给她发短信 她从来不回 然后只是她需要我的时候她才给我发一条短信 就几个字我需要你 然后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把她放弃吧 凯文有用情过吗 你想让一个人感受到你的温暖 或者是感受到你的浪漫 你就一定得对她像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一样 所以你要告诉我你每次都来真的吗 就不是真的 但是你要让她们感觉是真的 那你不想要想要谁 就算了 然后你不要在那儿